这个孩子很调皮 整天就是跟朋友们去酒吧 跳跳舞啊 喝喝酒 以前在学校里面就跑过两三次 所谓的寺院也不是完全的宗教的一个场所 其实就像一个学校嘛 我想学要画画嘛 你们一定努力 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 想放弃根本带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我们说我们不能这样浪费生命 我不会放弃你们 因为妈妈病情了 就没有再上学 我们这样学的学生 我们这样学的学生 就是很多女孩都在家里放我 有些女孩子 她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魄力 她说我要学 像是给我了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可以改变自己的未来 幸福众生别无差别 我们相信她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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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我希望她们 我们可以带她去